高铁罢作难回应被列入黑名单,支持济南铁路局处罚,近日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公布8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式,新增因严重失信行为而限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。 247人记者注意到,孙鹤出现在黑名单,中被限制乘坐所有火车席别对此孙鹤回应,本人支持济南铁路局给出的结果。 在以后的乘车过程,中会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做事,上次事件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影响,现在内心仍然感到愧疚,再次向大家表示建议向大家鞠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